孤独类型 刚好能证明 这个鸟是有可能变过来的 这个标本一直在这 经过我们的研究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目前发现的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类 那么首先我们强调的一点 它是代表着一种 由爬行类像鸟类 发展的一种孤独类型 大家可以从这块标本上 可以看到 它的头部 颈部和背部 以及尾部都长满了羽毛 这是一个非常短的原始羽毛 不过大家也同样可以看到 它的尾部的下方 发生了一粒残留的鳞片 这是说明当初 它的直击组成 有可能是一种小型的恐龙 它既像龙又像鸟 从骨骨特征来说 它是像龙 但是由于它带有羽毛 它是温血动物 所以应该化为鸟类 它是像龙毛 关上哪块是零块 这些都有 你可以